上下穿 你覺得呢 你們覺得會不會比較硬 會不會比較硬 會啊 所以腳踏車 腳踏車也可以用竹子做成啊 可是你看到的不是竹子 你看到的是已經纖維化 懂我說的意思嗎 喔 碳纖維 對 碳纖維 同學講對了 就是碳纖維 那各位同學你剛剛也看到啊 衣服 搞不好各位同學你現在身上穿衣服 都是碳坐的 只是你不知道 而且碳坐成的衣服它有縫隙 洞洞 小慧你知道嗎 它那個洞洞會讓所有的汗 假設我現在穿了一件碳衣服 它會讓那個汗水順著那個洞洞擠出去 可是你看不到的 對 你是看不到的 然後擠出去喔 小慧你聽清楚喔 那個竹所做成的那些纖維 它會讓那個汗水從那個洞洞擠出去 尤其那個片子老師下次再拿給你看 那個竹炭那個汗水從洞洞地方擠出去喔 然後你的衣服不會濕 你的衣服不會濕 平常我們流汗 是不是各位同學你就要脫衣服了 對 衣服來濕濕 你打球搞得全身黏黏的濕濕的對不對 但是那個竹炭的衣服不是 是它那麼多那麼多那麼多的洞洞 再這樣現在也有耐力呼吸 所以那些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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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讓你的汗順著那個H2O 就順著那個洞洞擠出去了 然後你的衣服是乾乾的 真的啊 對 下次老師穿給你看喔 我會見尿 真的啊 我有見尿的 那你去泡水嗎 那可能剛剛的 穿的就濕濕濕濕 你硬要把它沈下去 讓它的浮力大過於 那個浮力小於重量的話 它會就沒辦法 那一定會濕 那等於你是全肌 我都噴一點水啊 噴一點水 如果你這樣噴 那個我那時候買的衣服 它就說嘛 你現在噴啊 就是各位朋友裡面的spray 這樣噴 那個水你這樣抖一下 那個水通過掉光光 嗯 小朋友這些科技都是我們台灣的喔 全部都是我們台灣的科技喔 全部都是我們台灣的專業喔 所以各位同學 那個竹對你們來講 你手這麼巧 你可以做竹筒飯 接下來老師要帶一批 你養學生們 拜託你們要好好教他們做竹筒飯 後來 你們要好好會 對 在你們會考完以後 老師要帶一批 我安排了 那我要問各位同學 這些的科技 到底手裡 你會把它變成這個 滿山滿野啊 滿山滿古 全部都是竹筒啊 那這些竹筒 到各位同學時候 你可以再把它巧 巧奪天空 可以把它 不僅是變藝術品 它可以變科技 大家各位同學看到 它是想很多科技 OK嗎 可以嗎 很有趣吧 超有趣吧 超有趣吧 所以那個竹筒就不是各位同學 只有想到 你現在謝的 這樣可以嗎 OK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小朋友你們聽我上開 有同學可以睡著 好嗎 好嗎 好嗎